哈喽小伙伴们 我现在冷得 说不出话了 因为我刚刚跟我妈妈上街 但是我没有拍到视频 因为我一个人开一辆车 然后我妈妈 跟我爸一起一起做 然后呢天气又特别冷 吹的我又忘记 拿一件外套 那个风了 风都特别大 然后吹着我 直冷直冷的 嗯我们今天出去的主要原因就是 买那个家具 就是我房间 要置一张床 嗯 因为我以前都话 嗯 不敢一个人睡 然后现在已经接近大了嘛 然后就想着自己 也该一个人睡了 就不要跟我姐姐睡了嘛 我现在是跟我姐姐睡的 然后就出去看了 看了 那个床 然后买了一个 类似欧式的那个床吧 嗯 它的价格是 2800多吧 然后年价的话是 2400多 但是我妈妈跟那个家具的那个老板 嗯 就还挺认识的 就讲价 以后讲到2180 嗯 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那个价格值不值得 它对比的话 它没有那种欧式 那么的好看 就是高端大气那种 我买的是简约一点的那种 嗯 但是老板说它那个木质是 比那个欧式的要好一点 所以就买了那个 因为欧式的有配两个床头柜 我买的那个是没有的 然后价格上面也稍微 会比那个 贵一点点 所以 嗯 他也建议我买那个 所以我也挺喜欢那个 就买了 嗯 还是觉得好冷啊 嗯 然后呢 那个车 超多的 今天出去 那个 我爸就叫我不要开车 因为他怕我 嗯 就不安全嘛 然后就 担心我 不会开 然后我就直接一个人 硬开了出去 又开了回来 然后结果回家 回到家 就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就停车的时候 我以为 把那个车的那个东西 打下来了 结果没打到 然后差一点 就压到了我的脚 然后我妈说 哎 怎么看这么近 你傻呀 总之 嗯 今天很美好的一天 等一下床送过来 就拍给你们看一下 好啦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搞 嗯 等一下要搞卫生 所以呢 啊 就暂时录到这里啦 靠我弟 嗯 很冷了 他竟然穿了一个 短裤 他有多件 搞卫生 然后那个灰尘比较多 就带了这个东西 有点像那种 阿婆一样 床 床已经刚刚到了 但他没有装 现在就装好床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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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